提到影史上被埋没的经典 那这部上映于23年前 且某半评分高达8.4的黑洞频率一定名列前茅 因为它不仅是超市空电影的开创者 更是比蝴蝶效应更为缜密且悬疑的存在 故事开始于这台老旧的无线电 戈登通过他正在跟刚认识的网友聊的火热 两人不仅住在同一个街区 喜欢同一支棒球队 就连对方说话的声音都让戈登觉得格外的亲切 可聊着聊着 戈登却觉得越来越诡异了 对面谈论的不仅全是30年前早已被遗忘的比赛 而且他叫自己孩子的称呼 与当年父亲给自己取的小名一模一样 意识到不对劲的戈登急忙询问对方的名字 再听到他说自己名叫约翰 戈登懵圈了 又听到他说的住址也是现在自己的家事 他就更加的难以置信了 因为约翰正是他去世30年之久的父亲的名字 直到再听到对方的电台编号 与自己所用的这台一模一样时 戈登终于确定 对面的网友竟真的是自己的父亲 可当他激动地对着无线电喊爸爸时 另一头的约翰却吓得手一哆嗦 手里的烟也掉在了桌上 只是一瞬间 戈登的桌上也浮现出了烧焦的痕迹 这诡异的一幕更让戈登确信无疑 然而约翰却以为自己被坏人盯上了 但另一头的戈登却没时间解释 他赶紧就告诉父亲他牺牲的消息 并且还说出了准确的牺牲事件 而约翰一听又懵了 那不就是明天了吗 可还没等他反驳 无线电就毫无征兆地断开了